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91期的节目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变形金刚地球果种指尖变形的系列玩具 应该不止这五个了 但是我的好朋友中皇音乐凶能 他提供了这五个玩具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先前我在凡导城有看过 但是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他怎么个玩法 今天的话有Atmospine,RC,Bumblebee,Hustek,还有Megatron 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看 首先这个是Optimus Prime 首先必须要说一下 他附带一个货柜 但是由于涂装了非常的潦草 所以说他旁边的细节其实有 但是如果距离远远看的话 几乎看得不清楚 轮胎的滚动性是很好的 后面有两个黑色的凸 这两个黑色的凸是这个系列 都一定会有的 它是个指尖变形的玩具 一只手指头就可以玩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只会用一只手 有一只手就把这个节目给录完 它具体的玩法是这里有一个黑色的部件 手指头插进去之后 然后另外一根拇指的放上去 掐着后面的黑色的部件 这样一翻 这个变形的话就算OK了 我们再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好,单手把玩 OK,就变形完成了 一根指头就可以完成它的一个变形 稍微的再进给各位看一下 好,我们一个一个玩具的话 先把它给做完 这是RC 它的这个车头的话 有点像凯迪拉克的车子 跟我们印象中的载具好像不太一样 那这个橘色 这个粉红色看上去 非常有迪士尼的一个味道 它的变形也是一样的 这个指头插进去 然后后面这个黑色的部分 把它给捏住这样一翻 然后我们的RC也就变形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一个半壳金的一个概念吧 那如果不是翻开来里头 看到是一个RC的样子 你跟我说这个车子它是RC 我还真的是不相信了 那再来这一款化成灰 大家也都能够认得这是Bumblebee了 Bumblebee 这个滚动性的话也还可以 但是玩具比较轻了 所以就有时候你觉得滚动性好像不是很好 那anyway一样车头这个地方翻下去 我每张一捏 我们的Bumblebee也算是变形完成了 各位看一下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可动了 里头的这个手啊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都是卡死的 如果你要变回去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啊 把它给捏回去 就这样手指头插进去 翻出来 好变回去这样一样 推回去啊 一根指头就能够完了啊 好那我们的大红风 那我们也请它站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这个HUSTIC 叫做标点吧 它是一个卫星的监控车 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细节 这台车的滚动性呢 是这里的玩具里头我觉得最好的了啊 紫色的一个车子啊 它是一个地球货众里头特有的一个人物了啊 是一个女性角色啊 人家是女生耶 女生的话那我的指头当然还是一样要伸进去了啊 OK 不管你什么性别指头伸进去就对了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啊 其实动画片里头呢 如果不是听它的配音呢 我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女角了啊 那它有一个特征有做出来 它的头顶 它的头后面有一个像是一个马尾的东西啊 还是有做出来的啊 这个是这个人物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但它的特征还是有做出来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是Megatrol啊 这个地球活动的密卡登呢 是一个双螺旋桨的飞机 很帅啊 它后面这个地方啊 做成像是一个生 一个一个可以进出的一个货梯的一个感觉 非常赞 那它的一个变法就比较不一样 它这个指头插进去的时候呢 它是连同这两片翅膀一起整个翻起来的啊 那一样从后面这样给它给捏住啊 一翻啊 我们的这个Megatrol啊 也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 然后这样子扣回去 好 然后它进去一翻出来 OK 变形完成了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给大家一同分享的变形金刚 地球火种的系列玩具啊 一字排开啊 我只能说一个一个玩没什么 但是一字排开就觉得它有点意思了 那感谢钟晃银铭兄呢 跟我们一同分享这个系列的玩具 谢谢各位接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